庄园的大门每一次开启 我们都会迎接到一个新的朋友 庄园的档案里面 记载了他们所有人的资料 而有的一些人 不管怎么调查 在出生的那一栏里 也只能无奈地写着不祥 比如大家都知道的 幸运儿 她的档案可谓是最简短的 因为除了兴趣爱好 其他的全是不祥 而拥有传送门的菲娜 出身也没人知道 也没有人能够从她的嘴里 掏出什么话来 大家都很熟悉的牛仔 全名凯文阿尤索 35岁 出身也是不祥 根据档案记载 她喜欢野营狩猎 擅长放牧 套绳 最讨厌的就是军队跟政府官员 在调查背景中 也只记载了 是来自美洲大陆的 曾经与神秘的印第安部落生活过 所以她的身上 总会带着一些印第安的元素 比如脸上的白色纹身 披风上缝的英羽毛等等 并且在那里练就了 令人惊叹的套绳记忆 而在亲身经历过印第安文化的衰落后 就开始了漂流的生活 调象是全名威拉奈尔 大家都知道 她是因为想要找到改良猫游之乡的配方 才来到的庄园 虽然已经三十岁了 但看上去还跟贵妇一般 优雅美丽 正如所有贵族一样 她喜欢高档的食物 酒 并对那些看起来肮脏破败的物品 有着深深的烟雾 但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 上次调象是生日 我们收到的信件 从那里我们可以得知 现在的调象师并不是威拉奈尔 对了 喜欢独取了热恋师 也没有人知道她的出身 毕竟 她更喜欢侍者多一点 跟活人更不可能交流自己的身世了 还有那位出生 便失去母亲的孩子 也没有人知道她的出身 所以 就算她曾经回到过自己的故乡 依然也没有人 告诉她那片土地 叫什么名字 有人猜到 我说的是谁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